Denis 你剛才說到一個事情我很吸引 就是十幾歲的小孩子 現在竟然覺得悶 其實你覺得在疫情裡香港的變化是怎樣 我先說自己的看法 在疫情裡大家習慣了很多軟件溝通 就算老人家好像我媽七十幾歲 現在都懂得用 表面上好像將腿距離縮斷了 其實我覺得是將人的距離拉圓了 你怎樣看呢 除了必然的 很多人已經在批判 坐在桌子吃飯 但每個人都是跟手機溝通 去拍飯 但這不是最危險的 最危險的是 手機令到未來的人 甚至下一代的人 不會說話 不會寫字 還有我留意到一個問題 因為用了手機多 很自然 很多時候就是看網上的東西 很少人跟人的溝通 我發覺很多人是用了耳朵去看東西 最初的人不明白我 根本沒有去看過 自己有沒有經歷過 那件事 白色就是白色 其實可能那個不是白色 所以你有什麼看法 以你的年代的生長都不要介意 你應該是跟我爭了幾十年 可能三十年 以前的人 如果去到疫境的時候 現在也不怕說 香港也有一個疫境的時候 那當時的人會怎樣去處理呢 嘩 我們的疫情 霍亂天花 是 因為我爺爺也是霍亂而死的 是嗎 就是三十多歲的時候 所以 但是那時候很有趣 我又說多一點 譬如爺爺 聽這句 今天死了 明天其實 阿嬤或者夫妻想怎樣賺食 或者怎樣去 或者離開這個地方 這裏有瘟疫 那其實 以前的人 沒有互聯網 沒有東西看的 就是靠自己的 所以 你覺得這一代 其實我們當然好 有一個叫做 信息年代 很多東西可以俗成 但是人的自我去解決 一些問題能力 是不是低了呢 哦 完全是 很恐怖的 是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是說 我自己幾厲害 我可以從80年代 一直到 所以到2000年 坐著 我都可以在香港 的電影遺潔 anos 其中 正在作廢錢 到幾十年 我就要在 Archbeta where 那你多 為什麼呢 這日本公司的電影音 我們一 grade 香港電影 一年 三百幾 近近四百部 不然這 se 为何现在30步都没有呢 就是因为世界变得好 创意永远在困苦里面 爆发得最厉害 你想想 以前最出名的艺术家 最喜欢的画家 最喜欢的作家 名著 他们在困苦里面 创作出来 当一个人 在一个 很和平 很丰裕的世界里面 他们的创意在哪里 就是看别人的创意 里面出来 在看别人的创意里面出来 就不是你的故事 不是你的感觉 艺术这一件事 完全是很个人 我拍的戏有人说好看 有人说不好看 但我拍的时候 我相信是好看 很个人 我为什么 走来走去 这里又拍下 那个又找我过去做 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 很个人主义的人 我不可以 你说我又听 演员迈来说 这样我又听 摄影过来跟我说我又听 副导演我又听 老板我又听 不如你们去拍 你叫我来拍的 你叫我来拍的 你们不要搞我 是 很奇怪的 我可以生存得到 我相信是因为老板觉得 他都不是那么差的 出来的东西 他不听我说 但出来又可以的 就是这样 现在 你说 世界 最大的分别就是 你都不用上学了 你有个手机 你就不需要读书了 你这一行都是 现在的AI 是 绝对可以做到你做的事 对不对 你觉得很对 是吗 我自己 我会用AI 我对数字没有 所以我不会用 但是 识用的那些人 真是可以上去找这个 塑菇 做一种颜色 配搭一按 就出来了 是吗 读什么书 经什么历 不需要的 将以前那些人 所有的AI 放进去 剧本都出来了 他们说 但就不是 他自己的故事 故事就是 为什么80年代香港电影这么厉害呢 有很多原因 但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 在外国回来也好 在国内走来也好 香港长大也好 因为他们的经历 他们看到 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成长 里面给了很多的感受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他身边的人的故事 他父母的故事 他朋友的故事 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这些是碰难他自己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 出来的电影 为什么是 香港电影 最精彩的就是 因为有 我们的故事 但香港电影的故事 我又得罪很多人 一路说一说一说 就变成了 剩下就是 烹饭的 我小时候看什么 你说的 所缘七几年 七十二家房客 我看的是 就是《任白》 《帝女花》 的粤剧 我看的是 五八年 中国第一部彩色的粤剧 粤剧就是 《丘粤》的粤剧 梁山伯与竹英堂 连邓小平都带这部戏 去美国开会的时候 招待外国人看 这部是我们中国的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业 这部戏 我看的是 古代人写的剧本 出来给我的感受 感受是 大到是怎样呢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是 五八年 我九岁 在保庆 旗远 旗保庆 去看 是 男主角梁山伯 出来的 他叫做黄 我忘记叫做什么 一出来 被大特写给他 有少少盗眼 圆灭 我小时候觉得很丑 但是我看到尾的时候 我哭到死 我九岁已经会哭 是 因为讲故事 原来是 故事和人物 是带动你入去的故事 不是你漂亮与不漂亮 是他的故事 打动得到你 我感受得很深 比如说我小时候的年代 我不讲电影 讲电视剧 亚信的故事 其实这一套 我想我起码看过三次 但是每次 看到中段 其实眼泪都是在标 为什么呢 第一 写实 第二 就是当时那种拍摄的手法 其实不需要太多技巧 我觉得 我觉得演员很熟悉整个剧本 然后他们用他的演绎方法 演绎出来 譬如 讲亚信也有几个人是演亚信的 在不同的年代 有小孩子 很惨的时候 中年 譬如他去卖菜 如何慢慢去支付 到老年 其实是三个不同的人物 其实他们三个不同的人物 都有演绎到在不同的年代 和不同的经历 那种 令到我们有共鸣感 小时候我们回学花咒 譬如上午班 下午回家 其实是为了看他 而很快就做了他的功课 因为妈妈一定是这样说 可以 给你看到其实半个小时 每天那套剧 然后你会去 去想和会有思考的空间 这件事我认为很重要 就是 譬如现在 亦都不要介意我们说 现在网上 有很多 剧是一分钟 或者是很短 一次过看了一百集 其实是没有那个思考 没有那个思维的空间 我今天看完 我明天都忘了 但是过往我觉得 这个也是因为 在那个年代的人 的思维 接触的东西 和现在可能真的很不同 譬如现在 我又说了一点 我们的行业 其实现在那些人是怎样呢 就是 上网看完之后 不理会合不合自己的东西 总之见到 是这样 要不你做给我 要不我就找那间公司做 其实他没有想过就是一样 就是你间屋可能只有三百尺 但你看到那间屋是三千尺 和你可能家里有老人家有小孩 别人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人住 其实很多东西是靠人和人的沟通 是的 必然是 不是一间屋 只是一件衣服 是 你看到这件衣服 漂亮的时候 穿在你身上 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不漂亮的 这个笑话 我们经常都听到 就是怎样呢 可能也是 网上的公势宣传 很厉害 人们看到 那个是一个模特 当然 其实他穿着很普通的衣服 他都很好看 我也跟一些 叫做香港的 知名时装设计师 都有时有来往 大家都有聊天 就说 其实现在的人来到 是 好像 拿着个药方 告诉他 我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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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照片放下来 其实出到来 是不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 今天在跟你聊天 分享里面 我看到很多就是 年代不同 其实处事的方式 都不同 所以你说以前 可能电影的年代 可以很辉煌 我想不是 纯粹人们觉得 是运气之类 绝对不是 我觉得一定是 经过努力 和多方面的思维 你同意 一定是 电影是 完全是一个创意 是不是 那你香港的电影 工业 为什么突然 爆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 最重要就是有钱 是 你又没有钱拍 是不是 是吧 那我们香港的电影公司 又拍那些 叫做七日仙也好 你说 他们说在华达变场 由来宁兵走出来 唱一唱 就唱三分几五分钟 其他人就去吃一碗 云吞麵回来 才走到位置 还可以 是吧 由这样演变 创意 香港 那班 第二代的那班 就在 舞台上 尤其是 是 京剧 的舞师 到 演员 他们的 舞台上的工价 一路开始慢慢融入了 西方电影影响 的元素 就混了出来 有一批 叫做香港的 动作片 以前西片打的动作 的时候 就是 只能拳头 牛仔在酒吧里 不拔枪 就拳头打 没有人起脚的 他们不知为何 是不是 香港不是了 香港的动作 有关德卿 石坚的 王飞鸿 他们的那一套 叫做南拳 开始一路变化出来 加入了 袁小田 他们这一批 叫做北派 翻滚 一路就大家 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 香港独有的 动作 电影 这些我们香港最精彩的 动作电影的 全部都是 《红金步》 有加梁师傅 加荣哥 这一堆的 都是 袁家班也好 我们现在 还在做的 董伟也好 他们都是 京剧 北派 那一派 出来 接触到 岭南 关低兴这一班 刘家梁这一班 南派 带了他们 打了出来 一片 新的天地 香港电影 可以在全世界 这么厉害的 就是以动作为主 一直都是以动作为主 但是故事 还有 但是 科技进步 科技是害死创意的 是 当科技好的时候 我的动作 可以用电脑去 搞的时候 我用电脑去搞 搞得很精彩的时候 不如搞多几个动作的镜头 你多几个动作的镜头 你少了几个镜头说故事 你少了几个镜头说故事 你擅长的时候 那部剧说什么 我说 好像是 跟他 拘捕他 就打 打完就完 那就完 是 变成了一个公式化 再继续 香港这班 这么好的 拍动作电影的幕后人 人才 被西方 荷里活拉了过去 那边 帮他们拍 一路拍一路学 现在连香港的动作电影 都处于一个困境 因为你看得太多的时候 没有一个新的刺激 全靠科技去做的时候 观众知道是科技 好似现在你看我的时候 我没有用到 美颜这些东西 和有美颜的东西的分别 你觉得我用了美颜的 这些东西是假的 出来的效果就 跌了 以前看 一脚踢了个人 飞了十几像 撞嵩 帮上 歪也弹 拘捕他 好 现在 创作 文化这件事 是处于一个 瓶颈 是 不知何时 会有一个突破 反而国内的电影 还未去到这个 因为国内的创作的人 还有很多故事 他们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看国内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为什么这么好看 因为 有故事看 有剧情 是 是吗 我追这个 角色的 因环 或者我追韩国的 做弱的 他还是追一个角色 追他的故事 你追的 阿信的故事 就是没有故事 你就不会去追 现在 科技是 是好 但是 对于文化 对于创业 不是一个好的 现象 今天听到Dennis 很多故事的分享 非常之精彩 但到最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人生有八二岁 我想问你 人生下半场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很小时 我看到人生 我分析 我自己分析 人生是什么 人生是一天 加一天 加一天 你过了这一天就行了 你想 你百六岁 六百岁 你想这么远 做什么 你明天都没来 你想想 二十年后 红金宝说过那句说话 是 我跟他聊天 你最开心是什么 我最开心 我可以起身 落床 自己穿对鞋 上出街 人生是这么简单 人生就是 你可以自己落床 自己穿对鞋 出街 你还想 百六岁 你问我 人生和所有的东西 关系 什么都是 一个小段 一个小段 薄上去 不是人生 这样的 是人生 就是这样的 不要想那么远 今天 你这十八个小时 你怎样可以 令自己充实 不一定是 要 要 赚到很多钱 充实 不是 赚到很多钱 我知道有很多人 赚到很多钱 他一生 他一点都不充实 是 你找到 吃的时候 你怎样 去娱乐你自己 令自己 不要不开心 今天很感谢Dennis 在和Dennis 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学到一个 人生很大道理 是什么呢 就是 无论在人生的 什么阶段 去到什么地方都好 最重要就是 保持好奇心 和多点去 尝试不同的东西 下集 我们他来自香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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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